各位朋友, 今天我和大家示范 一個水中流逸的煮蛋方法 煮這個蛋, 我們要選擇一隻鑊 和一個蛋帽 首先, 把鑊熱了之後 放半茶匙的油 之後, 把蛋放進去 大家可以看到蛋的底下 就可以轉白了 接下來, 要加一些滾水 但是, 記住, 要過了蛋白 不可以太多, 不可以過了蛋黃 之後, 我們把模子拿走 然後, 煮一分鐘 一分鐘之後, 我們要關火 關火之後, 我們用蓋子蓋著 然後, 焗一隻蛋 大約一分鐘左右 如果大家覺得生的 就可以焗久一點 這個是視乎自己的喜好 做完之後, 我們的蛋 就撈起來 可以放在多士裡 或者在麵裡也可以 如果大家喜歡加些配料 不妨加其他配料上去 我自己呢 這次就加了幾隻日本的櫻花蝦乾 味道是十分之好吃的 大家不妨試一試 因為這個煮蛋方法 做出來的效果 蛋是很滑的 好嗎? 好嗎? 好嗎?